我們來介紹一下Webduno它有三大的雲端平台 那首先呢 第一個它有所謂的bargate基本的程式積目 基本的程式積目 那這些呢 會是比較基本的東西 所以不用注冊就可以使用 你只要記錄那個網址 那網址我已經滿寫在下面 超連結點下去 下面那裡齁 你點下去就可以過去 第二個呢 它有一個其他比較沒有的 它有模擬器 也就是說今天也許你沒有設備 但是沒關係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做模擬 像我就寫了一系列的模擬器的文章 因為其實對有些 比如說剛開始玩 或者是那個 他可能剛好沒有辦法 暫時沒有辦法把設備帶回去的 欸 就可以在家裡面自己先試看看 那麼基本上 模擬器上面的元件比較少 可是基本的功能都有 所以就可以玩不少東西出來 那麼真正您需要比較完整的 就要找什麼 找那個雲端的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就需要註冊一下 就需要註冊一下 因為它除了有比較更多的這些 積木的功能 也就是說你可以連比較多的設備以外 它還可以幫您做所謂的裝置的管理 因為我們現在這種方法 也有一個小缺點 對不對 我知道你的ID 那你應該就知道 我也可以做跟你一樣的事情 那你如果透過這邊有去做註冊 去做註冊 那它就可以幫您協助 就是在那邊的這個 裝置的管理 而且還可以比較方便做什麼 任體的更新 任體的更新 因為其實多多少少少 因為它程式會更新嘛 那你要更新的話 就在線上 透過web介面直接更新 會比較快 今天如果叫你按住哪一個按鍵 再加按哪一個按鍵 你應該會發瘋 因為有的商場說 我要先按哪一個 按住幾秒鐘之後等什麼燈亮起來 你在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我們這個比較小的裝置沒有螢幕的 常常都是這一種 可是 你就會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那如果透過一個標準的網頁介面 所以資訊會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它目前有這三大的這個雲端平台 這樣OK嗎 可以齁